Hello Tiny 创立于1934年的DC和创建于1939年的漫威是美国两大漫画剧头 双方旗下各有几十位超级英雄和多个超级英雄团队 DC比漫威创立的时间早了几年 而且最初创造的超级英雄似乎也比漫威的出名 比如1938年创造的超人和1939年创造的蝙蝠家 至今还都是DC无可撼弄的要钱术 反观漫威在1939年创造的海王纳摩麦肯齐和初代霹雳国 在名气上跟DC的那两位差了不少 直到1941年美国队长的横空出世 但在当年来说漫威的的确确是干不过DC的 而且漫威这个公司在五六十年代命运多舛 差一点就倒闭了 直到1961年漫威创始人古德曼收到DC的正义联盟的启发 让自己的表小舅子斯坦里创造出了神奇四侠 公司这才得以嫌疑翻身 尝到甜头的漫威再接再厉 打1962年开始又创造出了绿巨人浩克 蜘蛛侠 雷神 黑寡妇 X战警 钢铁侠 蚁人 黄蜂侠 超胆侠等等 一大帮我们耳熟能详的超级英雄 并且于1964年成立了复仇者联盟 DC在四五十年代的漫画方面 六七十年代影视剧方面可以说是完全捏漫威 尤其是超人和蝙蝠侠 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的 当时除了大明星超人和蝙蝠侠之外 还有我们所熟知的神奇女侠 闪电侠 绿灯侠 绿剑侠等等 这个侠那个侠 搞得是有声有色 当DC的超级英雄电影在六七十年代大放异彩的时候 漫威还正在为生存人发愁呢 可当年那么牛逼的DC现如今在电影方面 为什么搞不过漫威了呢 咱这里主要说的是21世纪的漫威电影宇宙和DC扩展宇宙 当然有人可能会觉得 DC的暗黑风格在内涵方面比漫威更有深度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近些年DC的电影的确没有漫威的人气高 如果要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必须先聊聊这二位的老板 DC早在1969年就被华纳兄弟影业给收购 也就是现在的时代华纳 漫威于2009年正式被迪士尼收购 成为了迪士尼旗下的子公司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和电视娱乐制作公司 华纳兄弟手上的摇钱术太多了 不管是指环王 黑客帝国 还是哈利波特当幕空间 一个个都是响当当的 但是这种老牌的公司都有一个聪明 那就是比较官僚 公司高层对于权力的掌控有一种变态的痴迷 因此对于DC的创作者来说 有太多的束缚了 说白了也就是被干涉的太多 反观漫威就不一样 迪士尼对漫威的管理相对比较宽松 因此漫威在创作方面有着非常大的自由度 说起这两件在21世纪的电影表现 不得不提起这两部电影 一部是诺兰指导的蝙蝠侠黑暗骑士 另一部是漫威的复仇者联盟 这两部电影的票房在当年都是最高的 但相比较起来 蝙蝠侠黑暗骑士的10亿美元的票房 和复仇者联盟的15亿票房还是差了不少 由于DC主打的是暗黑风格 因此在受众方面叫复仇者联盟差了不少 漫威的电影比较接地气 故事的发生地通常都能在地图上找得到 不管是美国的内战还是二战 都是有迹可循的 而且风格轻松幽默 人物也都和蔼可亲 代入感比较强 可以说是老少嫌疑 无论是钢铁侠 美国队长还是蜘蛛侠 感觉就像是街坊四邻市 而DC的电影发生地一般都是虚构 架空历史 架空人物 架空故事 而且人物通常都比较高冷 比如蝙蝠侠中的歌坛市 这个城市基本上就是寡头垄断的城市 也是一个被太阳抛弃的地方 阴冷潮湿 邪水横行 老百姓整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高层剥削压榨贪污腐败 底层犯罪履禁不止 蝙蝠侠虽然以正义的化身打击犯罪 但都是治标不治本 造成歌坛市如此黑暗的正洁 并没有彻底跟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歌坛市最大的寡头 恰恰就是蝙蝠侠的五人家族 什么时候蝙蝠侠能拿自己开刀 打土豪分田地 把寡头拉下马 老百姓才有出头之事 整天跟小丑这种底层人物互掐 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从深层次来说 蝙蝠侠和小丑 到底谁才是正义 谁才是邪恶呢 如果没有寡头的垄断 没有民不聊生 小丑能整天搞事情 谁不想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呢 同样是替天行道拯救世界 漫威的超级英雄 似乎显得更亲民一些 无论是这些超级英雄的 出身还是行为 亦或是故事的背景 DC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压抑 而漫威则阳光了许多 这并不是说DC的暗黑风格 不如漫威 而是在接受度上 大部分观众还是比较喜欢 轻松幽默接的气 也愿意为这种电影买单 或者可以这么说 漫威的影片更商业化一些 而DC的电影虽然有深度 但不可否认的是 无论是蝙蝠侠 还是自杀小队等等 都在描写一些阴暗的东西 这让向往美好生活 喜欢大团圆结局的主流观众 很难接受 尤其是华纳上层 瞎了几部臭棋 蝙蝠侠与罗边 似乎没出过什么烂片 尤其是2000年之后 漫威电影成井喷石爆发 无论是产量口碑还是票房 就像滑板鞋一样 完全把DC跟在地上 强烈的摸擦摸擦摸擦 DC近些年之所以会搞成这样 除了慧眼诗珠 请了一些不靠谱的编剧导演之外 说到底还是上层领导的问题 华纳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辣 这个不行再搞别的 对DC扩展宇宙 完全没有一个高瞻远逐的布局 而手里只握有一张牌的漫威 这则输不起 当年为了生存 还把蜘蛛侠卖给了索尼 X战警卖给了福克兹 看到自己卖出去的版权 被人家赚得盆满钵满 漫威痛定辞痛 开启了自己的超音之路 而迪士尼的上层也非常的硬密 除非有必要 一般都不会过多的干预创作 这也是漫威能够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 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 当年的老牌漫画剧头DC 曾经是多么的辉煌啊 现如今落到如此尴尬的境地 尽不准令人唏嘘啊